李翔咒正確來講 他應該是前天傍晚就消假上班 那他跟賴清德院長長談之後 賴院長以他從政這二十多年的經歷 再大的委屈 再大的被誤解 沒有比國家的事重要 在這個職務上把職務做好來 所以李翔咒想一想 想通了他就恢復上班 幫國家做事我們就多鼓勵他 做錯了批評他可以 在這個位置上把事情幹好來